有一次之前也介绍了 这个州制海景家福酒店的中菜厅 这个叫做海景軒 自从梁辉龙师傅来职之后 餐厅也有时间叫真空座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宣传 自从跟了梁师傅 二十几年的得力在手 我说余师傅回到海景軒之后 海景軒也有翻身气障 生意也不错 我之前也介绍过 后来我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吃饭 我发觉吃完之后都觉得很好吃 所以在这里想介绍多一次给大家 我们看看第四号号 我上次吃的是一个传媒宴 这次是自己吃 而且是吃下午 所以吃了不少点心 也有吃了其他手本的创作 我经验上真的挺不错的 首先我们看看一张照片 这个就是当时我叫完点心之后 突然间经理就叫我试一个这样的食品 这个应该是锅贴小糖菜 这个其实都是一个传统点的菜式 都是将一些小糖菜 再加些虾胶 然后就混合在一起 然后就上粉 煎至两边就吹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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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 原来我记得我小时候跟家人出去吃饭 我看到这个锅贴小糖菜 可能看到锅贴这两个字 就叫了家人去叫 当时我家人都没吃过 所以我那时候很小时 点菜方面都有一手了 今时至今 今次跟整群朋友吃饭 每个人都一把年多 原来每个人都没吃过这道菜 刚好今次又上台了 大家都觉得很满意 因为煎得很香脆 虾胶也很漂亮 蔬菜选得漂亮 作为一个小食是非常好的 接着再看下一张照片 应该是点心东西了 开始 这个也是另一个头盘 就是之前梁师傅的手本器创作 就是一个善味酱瓜皮 将西瓜绿色和红色之间的白色部分刺了出来 也捏少少红色肉 平时这些部分 很多人都会吃完西瓜之后就弄掉了它 其实这个白色部分 对于清易解毒真的非常之好 梁师傅当时就很懂得upcycling 就将这个白色部分刺了出来 跟红色一点的肉 切成一个 不断切几刀 然后拿去腌一下 拿去腌味 所以有腌椒的味道 再加少许麻油 煮处理 去腌了它 成为酱瓜 吃下去作为一个夏天的 烧暑名物 真的非常之不错 始终夏天有时天气太热 本身都流了很多汗 都不是很有胃口 如果吃一些好热辣辣的蔬菜 可能都不是一个最最适合的感觉 但是这个腌味酱瓜皮 可以冻吃一点 吃完之后觉得好 身体和嘴巴都凉 确实是一个非常之不错的选择 然后下一张照片 就是当日的 其中一个新点心 这个是虾饺来的 不是很新的 虾饺 虾饺做得也算不错 皮包也不错 这样 那些馅料都很漂亮的 以前海敬軒 经常被人够病 说点心做得一样 现在的点心 我觉得它比较好一点 所以也值得去试 再看看下一张照片 这个是一个煎腸粉 豉油煎腸粉 沙窝上 这个也挺好吃的 很夜味 虽然用沙窝 沙窝上 那吸油的油分 我觉得多了一点 但味道上都OK的 再看看下一张照片 是什么来的 这个是烧米 烧米也是挺好吃的 因为那些猪肉用得漂亮 怎么也会好吃一点 这个就是它的猪肉选择 是不错的 所以得出来的效果是挺好 接着再看看下一张照片 这个就是我之前在海敬軒 没有吃过这东西的 这个应该是一个 看看名字 应该是一个 是一个应该是鱼做的 有鱼做的馅子的点心 应该是 C斑鱼 它那个皮 应该是落了小周竹生 在那里的 那做法非常之不错 其实竹生鱼近年也多了 很多地方都会做这样东西 有些做得好吃,有些做得OK 这个版本是不错的 还有星斑的肉做馅 咬下去都是淡淡的,鱼肉是不错的 始终很多饺子,平时都用了很多 很多虾类,又或者猪肉类 有时吃完之后都很容易有种感觉 现在有这个星斑饺,多了一些鱼类做馅料 其实对于一些吃饭,希望吃得清淡的朋友来说 是好事 再看下一张照片是什么 这个腸粉是一个挺有趣的腸粉 平时很多朋友在外面都吃过类似春风得意腸的东西 就是一个腸粉的粉皮 然后卷着一个类似春卷的东西 即是鲜蝦春卷 就会觉得味道上是比较特别 因为外皮就比较软滑,里面又香脆 再加上有虾的味道 吃下去会更滋味 这个版本也是接近类似春风得意腸的 不过外皮就是用了 应该是红菜头之如柱类的菜汁 是做染色,变成了紫红色 然后春卷的皮 都好像用了更脆脆的东西去做 所以吃下去口感的对比更加强烈 吃出来更加滋味 而且我要砸一砸腸粉的粉皮 它做得特别厚一点 所以跟脆脆的脆皮在一起 就更加出来的效果更加好 然后再看下一张照片 这个看似一个锅贴 其实它应该好像叫做韭菜饺 这个韭菜饺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一来馅料也漂亮 韭菜也不是那些臭臭臭的那些 都是鲜的味道 二来它那个饺 我估计用半煎炸的处理方法 所以令到饺皮每一面 不单止底面 它表面两多边 咬下去都是香脆的 配合韭菜的味道更加好 我始终觉得韭菜饺这东西 虽然用水煮也很好吃 但是香煎才令到韭菜的味道 才可以很阳逸的表达出来 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 有些朋友也不是特别喜欢吃韭菜的味道 所以也很难说 看看你个人口味 再看下一张照片 这个就是家乡的煎茶果 家乡煎茶果作为点心 我记得也是海景軒 是酒店界的先锋 创仙河座 其实很有趣 虽然这个香煎茶果成为点心 就很受欢迎 但是很多很多的酒店 都没有学历去学的 没有去跟风的 可能是因为做茶果 都是一个手工东西 都是饭的 而且做到这么好吃 这么漂亮 都很难的 因为你要先蒸 然后再煎 而且它的馅料切得很细碎 咬下去非常香 而且茶果本身蒸出来 也很挺身 再煎到底 完全香脆 是要花些人手去处理的 而至很多地方 都可能免得做 这方面 其实海景軒 真是首必一指 这么多年以来 这个家乡煎茶果 都没有失过手 真的非常好吃 所以如果有机会 大家去吃饭的话 去吃点心 都应该点来吃 然后再看下一张照片 这个就是咸鱼包 这个咸鱼包 我必须要说一次 就是它们已经不再在菜牌里面 菜牌是没有的 但是因为以前是梁师傅 这个是创作出来的 梁师傅又说他不是去创作的 其实都是借用了一些其他厨师的配方 然后再做出来的 他很欠 咸鱼包可能好像是因为 后来觉得拿些咸鱼不够漂亮 所以没有做到 加上梁师傅都离开了海景軒 所以都不在菜牌里面 现在如师傅接受之后 其实都还没放在菜牌 我想都是因为咸鱼的供应 还有货质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人数足够 你也可以提前几天预订 当天我真的预订了十只 虽然我不够十人值 但是你始终都要 当你要特别预订点心 而你一定要预订一个数量 别人才肯做的 没理由吃两粒 别人都特意做给你的 我就预订了十只 全部都要了 这个咸鱼包到现在 都是非常好吃的 香煎两面很香脆 咬下去的咸鱼 咸鱼再加肉饼的味道 都是很突出的 当然我觉得现在的咸鱼 真的差一点点 我觉得几年前吃 是特别好吃一点的 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厨师控制到的 希望将来咸鱼再好一点 这个点心可以重新拨 进去恒常的 menu里面 接着下一道菜就是他们的 古法的盐焗鱼 这个就是余师傅 新任的厨师去创作的 在一个教化鱼做法 首先是用盐翁 盐其实加上了很多香草 当时应生服务员 就在上面加酒点放之后 就会有一阵盐味之外 也有一阵香料的味道 在那里揮发 所以问出来很香的 下一张照片 烧完之后 就要用锤子拨散它 就拨走外壳的盐 再看下一张照片 打开了油纸 就里面有个盐焗鱼出来 再看下一张照片 就会用鸡肉 然后拿回厨房 砍件之后 用砂窝上的 鸡肉的色泽非常均匀 而且真的很入味 这个鸡肉 每一部分 鸡胸 鸡腿 鸡背 任何部分鸡翼 都是非常入味的 有很多时间 我们吃盐焗鸡 虽然它有盐包 但那股味很表面 好像在鸡皮上面 入不到鸡肉 但这个就不是了 真的完全入味 而且咸香味非常好 如果大家喜欢喝酒 真的可以配香槟 或者配Burgundy的白酒 甚至啤酒也可以 但我觉得Burgundy的白酒 是首选 用来配咸香的东西 真的非常好吃 这只鸡 已经成为我每次去到 这个海敬軒 必须要预订的食品 大家真的要试一下 不如我去看 跳过去Mate 3的照片 特别说一说 最近海敬軒的食物固 之前好吃 而海敬家福酒店 他们的酒吧 Tiffany's Bar 每年都在中秋的时份 推出威士忌朱古力月饼 会用两种不同的威士忌去处理 一种应该是浓味 另一种就是轻柔一点 做出来的月饼的味道 那个质感 那个味道真的有点不同 就视乎你喜欢什么味道 我觉得两款威士忌 那个味道各有特别的 一种可能是浓郁一点 一种就是 那个叫做 叫做什么 那些炭焦味 那些叫做柴火味 那些叫做炭焦味 比较浓一点 我觉得两种的味道都特别的 尤其是因为 朱古力本身 都是用了漂亮的 朱古力 所以做成一个朱古力月饼之后 效果真的非常之好 虽然这个月饼我看一下 这个月饼是要放在冰箱的 因为是朱古力月饼 但是味道是很好的 如果拿这个月饼来送威士忌去喝 一起坐着吃的话 就更加效果好了 本来我也打算 既然推荐这个月饼给大家 但是可能迟了 因为我根据网上的资料 已经卖光了 很可惜 如果大家想要的话都买不了 不过当日我因为在那里吃饭 所以有经历给我试一试 我就有行事到 最后一批的 这个威士忌朱古力月饼 如果大家对这个月饼有兴趣的话 不妨打电话去酒店 碰碰碰运气 看看还能不能订到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 足本重温声音客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职订购支持